一行简直是最有排面的恐怖片了 因为他的导演全部入围过奥斯卡 想不到吧 盘点一下 第一部开山之作 导演是雷德利斯科特 他曾经三次提名过奥斯卡 他也是银翼杀手和决斗士的导演 他喜欢开创性的史诗风格 所以一行一的故事带有很多神奇的场景和深刻的隐喻 史诗的风格明显 第二部就是詹姆斯卡梅隆了 他凭借着泰坦尼克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的导演 他喜欢大制作高成本视觉创新 所以一行二呢一行的数量多的就跟不花钱似的 第三部的导演是大卫芬奇 他提名过两次奥斯卡 他是搏击俱乐部七宗罪的导演 他喜欢拆解人性 专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一行三在整个一行系列当中 是对人性关系的表达最为深刻的一部 第四部的导演是让皮埃尔热内 他是天使爱美丽的导演 并且凭借此篇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原创的剧本讲 他呢喜欢探讨存在的意义 所以最终一行四回归了人类存在这个主题 好了 四种风格的一行 史诗一行 不差钱一行 人性的一行和哲学的一行 这四个一行 一百万让你选一个抱着睡一晚 你选哪个 好